Hello 大家好 OK 所以6月25號的時候 我去參加小明星大跟班的錄影 那集的主題是 幫手教你念書秘籍 沒有錯 我就是花蓮指考的一類幫手 你們以為我在網路上耍白痴 就沒有腦袋嗎 好歹我也讀政大好嗎 OK 所以大家就是我要看我上節目的片段 看我講了哪些鬼話 然後試著評論 順便來講一下我對台灣教育的看法 OK 開始 OK 等一下 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不要期望我在節目有什麼特別的表現 因為整場節目都在傻笑 那種過年期間應付親戚長輩的那種傻笑 OK 我們繼續 是哪裡的幫手 是哪裡的幫手 欸我鼻子怎麼那麼油 張大千是哪裡的幫手 我是花蓮區指考一類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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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大千那個笑話 我人生中已經聽過千百遍了 對不起 你是哪裡的幫手 花蓮區指考一類幫手 全場就是只有我成績最差 只有我是DQ的幫手 其他全部都是全國幫手 完全不知道我在哪裡幹嘛 你是真大的學弟學弟 最重要的問題 讀書的秘訣 你們到底是怎麼考上幫手的 OK 讀書的秘訣我要講 各位要考學車的親愛的朋友們 你們全部都可以專心聽好 讀書的秘訣 我跟你打讀 你們的老師一定都跟你們講過了 什麼大範圍讀一遍 然後第二個月是在讀小範圍 我們範圍漸漸縮小 然後最後兩個月直接全部做模擬考題 然後最後直接看模擬考卷 看自己出哪些題目 這一些什麼話重點什麼 你們老師一定都跟你們講過 這些讀書的秘訣你絕對都聽過了 有些人會跟我說 我讀書讀得好痛苦喔 我覺得我的讀書方法錯了 我應該需要一些讀書秘訣 親愛的我跟你說 如果你覺得你讀書讀得很痛苦 那表示你做對了 請你繼續痛苦下去 因為讀自己沒有興趣的書 本來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讀書的秘訣就是 你就是給我他媽的讀下去 OK 所有的家長通通聽了 這個太重了 孩子書先放著 聽他們講才有用 自己站在埋頭苦看 沒用了 你從而不是在讀書 在看小書 什麼 他在讀的好間 我覺得讀書啊 生活做起很重要 我是讀到 讀書讀到11點我就會睡覺 我回到夜讀書 怪怪的 欸這個是真話喔 我常常聽到有人在學測前幾個月 就會讀到凌晨兩三點 大概就是 不是我不想讀到凌晨兩三點 是我無法讀到凌晨兩三點 只要讀到11點我馬上門睡覺 就算11點我不上門睡覺 我也會直接睡在書桌上面 只是好好睡覺而已 住行程 吃飯好好吃 睡覺好好吃 然後我回到千筆爾上面寫一些 英文的勵志小語 什麼 鼓勵自己 OK 那個千筆爾上面 千筆爾在這邊 上面寫的不是英文的勵志小語 它只是一些很隨機的英文歌詞 上面有什麼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是Lady God的歌詞 然後背面寫的是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上面寫的就是一些流行英文歌的歌詞而已 給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你可以唸給大家聽嗎 Anything is possible Nothing is impossible NBA 啊沒有 他剛剛唸的完全不在千筆爾上面 因為 因為這個千筆爾我已經用十年了 上面的字完全看不清楚 我把它遞給他們的時候 我就看到Sandy看著我的千筆了 然後露出完全無法理解的表情 我就想 我那時候心裡就在想說 嗯 我要告訴他們上面寫什麼嗎 啊算了 憲哥那麼驚艷老到 他一定知道要怎麼處理這個狀況 然後憲哥就把他所知道的英文名句講出來 然後就 把我這段結束掉 給我們 給我們 一個一個 給我們現在的考試制度 也就是 現在的科舉 一個建議 大家 讀的學科真的太多了 導致我們沒有辦法去發展自己的興趣 所以很多人到大學會想說 發現這個科技不是自己要的 因為他根本沒有找到自己的興趣在哪裡 你覺得想要休學 我也是 OK 我剛剛 我剛剛 因為我節目上我是 我是隨機 就是回答的 我覺得講錯一點是 我說台灣的學科太多了 我的意思不是說台灣的學科太多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他花太多時間 在發展這個全才教育 但是我突然想到 如果你把學科縮減 然後 把每一個科的難度提高 讓我們在每一科上讀更多書 這也是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差別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 除了讀書之外 你還要有 你的 你還要去發展你的興趣 OK 簡單來說就是台灣太注重考試分數了 就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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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聽過啦 也不用我在這邊解釋 OK 所以小明星大跟班 其實也不是這部影片的主旨 我只是想介紹的主題 來講一下我對台灣教育的看法 OK 我先說我不是什麼教育研究專家 我也沒有研究過什麼 各國教育差異什麼的 我只是一個非常普通 歷經過 繁星 考過學測和指考的普通 花蓮十九歲七年 OK 第一個我想講的就是 嗯 真的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必要讀大學 大學在很多方面 看起來都是一個研究學術的地方 但是你們很多人 都把它當成一個職業訓練所 在看 然後第二個我想問的是 台灣的全才教育 真的是有必要延續 這麼長的時間嗎 我現在讀政治大學 傳播學系 但是我為了要畢業 我要去修自然通識課 我要去上那些高中 生物和地科的進階版才可以畢業 而且我去上那些課也學不到東西 因為第一堂課老師就會跟我們說 嗯 OK 各位同學 老師知道你們就是因為 學校要 你們要畢業 所以才來修自然課的 那因為你們也不是本科系出身的 我也沒有辦法教太難的東西 所以就是 嗯 大家就是自己在繳作業 然後來點名 然後我就讓大家過 這樣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但是我為什麼要上這堂課啊 你現在問我什麼高中參加痕書 那些東西我真的也 真的也沒有辦法背出來 我完全忘了 那些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沒有用的知識 如果你問我說 就是高中 書 高中國中 書 把書全部都讀好的話 以後可以幹什麼的話 我可以跟你說 你可以去當 一個家教 或是補習班老師 繼續在教那些學生 然後繼續這個教育的循環 OK我只是拍搞笑影片的 沒事裝什麼評論大師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不要忘記點個喜歡 加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 掰掰